大家好我是马儿 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您有一辆2021到2022年款的马自达 CX30 CX5 CX9 Mazda 3或Mazda 6吗 如果您最近发现爱车的引擎油耗异常 总是需要频繁补充机油 因为美国Mazda已经针对部分车款的引擎油耗过多问题 与车主达成了和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这些车款的引擎内部有一个零件 叫做阀门密封件 它出现了设计上的缺陷 导致引擎机油容易溢漏 造成油耗过多的问题 Mazda怎么处理 为了弥补车主的损失 美国Mazda推出了以下补偿措施 免费维修 美国Mazda将为符合资格的车辆 免费更换 有问题的阀门密封件 以解决油耗过多的问题 延长保固 美国Mazda将延长这些车款的引擎保固期 让车主更安心 费用补偿 如果您之前因为频繁更换机油而产生了额外的费用 美国Mazda也会提供补偿 注意事项申请期限 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24年10月19日 请务必在期限内提出申请 相关资讯您可以在美国Mazda的官方网站或致电美国Mazda客服中心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为什么要赶快处理 避免引擎损坏 虽然油耗过多 不会立即造成引擎损坏 但是 长期下来可能会对引擎造成影响 节省维修费用 马自达提供的免费维修 可以帮您省下一笔 不小的维修费用 建议您尽快行动 以免错过这次的补偿机会 台湾也有同款引擎可留意后续 是否有相关 召回通知 如果你喜欢Mazda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zda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